今天来说明如何使用DO做剩下的联动 像闪光喇叭还有一些DO装置如何触发 在选单在我们的那个网页选单最下面有一个叫联动的 联动的定义就是当你DI触发的时候会联动到DO去做警示 所以当你DI有人进来的时候他就会触发到DO 所以DO可以接的东西就比如说是闪光喇叭 这个当下状态的话都是以DI先做事件的触发 再联动到DO的部分 在很多用户就问我说那485有何作用 485的话简单来说我们就是发标准的Mobus RTU的comment给他 在holding register里面就可以知道DI的状态跟DO触发的0或1 当你触发0或1的时候DO就会有所状态 此时这个当初如果有设定LINE推波的时候 DO的状态也会跟着推波出去 DI的话是接收状态 当你有接收到状态的时候 当然也会推波出去 这样的感觉 我愿意会了 对 你 没 ability 没